约公元前1076年,商王帝尔在位第26年因病去世,由于帝心是帝尔的嫡子,便继承了王位,在他登基的第七年,有一日上朝,大臣商荣禀告说,第二日是女娲娘娘的诞辰,大王应该前去锦香,要知道,帝心从小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才能,聪明伶俐,能言善辩,行事果断,学习快速,而且体力惊人,能够空手与野兽搏斗,他对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十分自信和骄傲, 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,没有人能够制约他,因此,当商荣说要他前去女娲宫给女娲娘娘进香时,帝心表达出了万般不愿,寡人是人王,为何还要屈尊降贵去给女娲进香? 商荣立即制止帝心道,大王万不可这么说,女娲娘娘是上古神女,为补天功德无限,庇护着天下万民,您是应该去进香的。 于是,在第二天帝心还是去了女娲宫为女娲进香,然而在那里,他看到了女娲娘娘的神像,被其美貌所吸引,便在墙上提了一首诗,赞美女娲娘娘的容颜。 这首诗大意识,首先夸赞了女娲娘娘的美貌,后来又说,只要你能动一动,就回到常乐宫,陪伴我这个君王。 然而,女娲娘娘见了这首诗,勃然大怒,他绝不容许有人这么亵渎他。 于是,他派出了三个妖怪,分别是轩原坟,狐狸精和九尾狐,去迷惑咒王,让他沉溺于酒色,荒废朝政,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。 其实,商朝灭亡,不只是地心亵渎了女娲娘娘,还是因为他动了众神的蛋糕。 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千百年来,咒王的暴君形象深入人心,很多人觉得他一无是处,但近几年来,越来越多的人为咒王开始平反。 说他虽然是一个暴君,但他的为政举措也有许多进步的地方,而且,商朝灭亡是大势所趋, 咒王也曾推行了许多改革,但并没有取得成果。 接下来,我们就看看历史上真实的咒王。 西周时期的尚书中记载的咒王罪行有六条,酗酒,信有命在天,不用贵妻旧臣,任用小人,听信妇人之言,不留心祭祀。 是欲加之罪,还是却有其事? 首先我们来说酗酒,这一条不大可能是杜撰的,因为在殷商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, 它们是殷商人的重要的生活用品和礼仪器物。 其中,以酒器为最多,占了青铜器的一半以上,说明殷商人非常重视饮酒的习俗和仪式, 这些酒器有各种各样的形制和文式,展示了殷商人的酒文化和青铜工艺。 所以,历史应该是,不只是咒王酗酒,当时的商人也很爱酗酒, 而且西周建立后,周公但在酒告,无义,等书中,就常常告诫周人不要像商人一样饮酒勿事。 再来看第二条信《有命在天》,意思就是说,周王自称寿命于天, 但是众所周知,周文王可是一个占卜高手,他经常对事情进行占卜。 这点在各个影视剧中就能看出来,不过,周人还十分双标, 在他们的眼中,却对文王或者其他的周王的寿命于天大家歌颂, 第三条就好理解了,不用贵妻旧臣,就是说周王不喜欢士族, 他喜欢提拔平民百姓,周王在位时,改变了用人制度, 大肆提拔了一些出身低威,但是能够迎合他的欲望核心意义的小臣集团, 比如飞联,鄂莱,沸中,左江等,这就很好理解了, 周王动了贵族的蛋糕了呗,与此同时,在史书上记载, 周王对外加强了诸侯国的控制, 对内推行了法律改革,种种举措,用封建时期的一句话表示, 就是加强了中央集权,其实这些举措,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是有利的, 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,都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, 那就是政治的形式,从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, 而贵族政治使得贵族门阀控制了政治的资源和权力, 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和不平,阻碍了阶层的流动和变革, 固化了利益的分配和结构,因此,你会发现, 只要在中国像九品中政治这种贵族世袭制度, 才是被士族所喜欢的, 如果将平民纳入朝政,就会遭到批判, 下一条,听信妇人言就是指周王宠信妇人, 不过,我们稍稍了解一下商朝,就会发现, 这个时间段女性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, 比如著名的女将军富豪, 还能上战场打仗,立下了汉马功劳, 那周王让妃子参与到朝政上来,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吧, 还有神话中被打击蝉颜害死的笔干, 在真实的历史上是怎么死的, 其实笔干曾经多次向商周王禁言, 劝他改正暴政,挽救国家的威王, 但都被商周王无视和拒绝, 当周五王率领各诸侯兵围攻昭戈时, 商朝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, 商周王却依然沉迷于酒色, 不理朝政,不顾民生, 不听军情,不知危机, 笔干再次上书,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对策, 他认为,当时商朝的主力部队还在外面作战, 没有回到昭戈, 如果能够以昭戈的各部落的俘虏和剩余的军队坚守城池, 拖延时间,等待外面的部队赶回来, 那么就有可能形成内外夹击, 打败周军,保住商朝的江山, 但是商周王却不听笔干的建议, 他自负地认为, 他的军队是天下无敌的, 于是他便以乱其军心之罪, 将笔干处以急刑, 将他杀死, 在《论语》、《威子》和《史记》、 《宋威子世家》中都有记载, 威子去之, 姬子为之奴,笔干贱而死之。 王子笔干者, 亦咒之亲戚也, 见姬子贱,不听而为奴, 则约君有过而不以死争, 则百姓何孤, 乃之言见咒, 咒怒曰, 无闻圣人之心有蹊跷, 信有诸乎, 乃罪杀王子笔干, 哭是其心, 最后一条, 不留心祭祀, 众所周知, 商朝时期的祭祀达到了鼎盛时期, 但咒王对其进行了改制, 他强行实施了周祭制度。 这是一种以周为中心, 以咒王为主宰的祭祀制度, 他规定了祭祀的时间, 地点, 对象和仪式将祭祀的范围限制在周的领地和周的神灵, 排除了其他的部落和神灵, 虽然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咒王的权威和统治, 削弱其他的贵族和部落的影响和势力, 但很明显的是, 在祭祀的时候, 人和牲畜的祭祀大大的减少了, 既有利于保存劳动力, 还避免了家畜的浪费, 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, 综上所述, 商朝之所以灭亡, 根本原因在于, 咒王动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, 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, 并非像《封神演义》中那样, 是因为荒淫残暴而灭国的, 女娲是华夏民族的创世神, 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重要角色, 而妲己则是狐狸精所画, 曾经迷惑了商朝的国王, 商咒王, 导致商朝的败落, 在传说中, 妲己是被派遣到人间去迷惑商咒王的, 而女娲则是她的创造者和派遣者, 据传是因为她对殷商的统治者, 商咒王的行为感到不满, 商咒王荒淫无度, 残暴无情, 使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。 女娲认为, 这种统治已经背离了人类的本性, 因此决定派遣妲己去迷惑商咒王, 使其行为更加荒唐, 从而加速殷商的灭亡, 在传说中, 妲己成功地迷惑了商咒王, 使其行为变得更加荒唐和残暴, 商朝的民众因为无法忍受这种暴政, 而纷纷反抗, 最终导致了殷商的灭亡, 在这个过程中, 妲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 她的出现使得殷商的统治者, 变得更加荒唐和残暴, 从而加速了殷商的灭亡, 然而, 也有人认为, 女娲派遣妲己去灭殷商, 是因为妲己是女娲所创造的。 她的使命, 就是帮助女娲消灭违背天意的殷商, 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, 但并不完全正确, 因为在传说中, 女娲创造妲己的原因是为了迷惑商咒王, 而不是为了让她去灭殷商, 女娲派遣妲己去灭殷商的原因, 是因为她对殷商的统治者, 商咒王的行为感到不满, 希望通过派遣妲己, 去迷惑商咒王来加速殷商的灭亡, 殷商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,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 殷商统治了六百多年对当时的政治, 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 在殷商王朝末期, 最后一位君主帝心因为残暴不仁而导致殷商灭亡, 但是帝心的哥哥娲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人, 他勤政爱民, 道德高尚, 娲子, 名其是帝乙的长子, 与他同母所生的还有忠眼和寿德, 按照当时的敌长子继承治, 王位应该传给帝乙正式所生的长子娲子, 但是娲子的母亲在生娲子和忠眼时还是妾氏, 后来才被立为正式, 而帝乙最小的儿子受德, 其生母一出生就是正式王后, 因此, 当帝想把王位传给长子娲子时, 掌管礼仪的官员认为, 应该按规定传给最小的儿子受德, 因为他是正式所生, 最终帝没有违背理智, 三帝受德继承了王位, 视为帝心, 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咒王, 大哥娲子没有成为继承人, 但帝心对娲子还是非常友善的, 根据惯例, 帝心封娲子为诸侯, 封帝在娲国, 一世对大哥的尊重, 但是, 娲子失去王位, 对他打击非常大, 他深感命运无常, 其实娲子天资聪慧, 德性高尚, 如果能继位为王, 必将让殷民幸福生活,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, 他成了没落的嫡长子, 只能去封帝娲国避世, 在娲国, 娲子勤勉治理国政, 深得百姓爱戴, 他开明执政, 简易刑法, 劝克百姓身体力行教民耕之, 百姓安居乐业, 娲国成为富庶之地, 娲子过着简朴的生活, 与民休息, 经常亲自夏天劳作, 以身作则, 教导百姓勤劳勇敢, 忠厚老实, 娲子很少到都城昭歌去, 也很少与九位联络的弟弟昼王来往, 他专心一意服务本国百姓, 甚至主动放弃参加殷商的朝会, 如此这般十余年很快就过去了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